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周翟琪,也是一位 大家好,大家午安 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执法术前术后的一些非药物的治疗 执法术前术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很多人对于执法这件事已经很有基本的概念 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把永久法的毛囊 从比较健康的一个区块 取一些比较健康的毛囊 然后植入稀疏的地方 经过了生长期、修持期循环之后 在稀疏的地方就会长出很陌生的头发 但是很多人他们对于说 术前术后这段时间 我们该怎么样去预备我们的头皮 还有我们要怎么照顾这些活呢 比较没有概念 那其实术前术后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的一个 就是说准备跟修复的时间 那就像现在我们大家很流行的 就是在家里种一些菜啊 或者是说种一些水果 其实大家会去比如说去一些乡下去 去租一块农地或者是说自己的阳台 就会开始种一些芹菜啊 或者是说一些香肠 这个还蛮有趣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 如果说一个很认真 蛮有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的心态去种 跟就是只是把种子放下去 然后又很少很毛 也没有时间去关心他们生长状况 这样子长出来的这些植物啊 跟这个结果 应该是会差很多的吧 所以说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规划 在我们输前输后的时候 在头皮的状况做一些规划的话呢 可以呢 帮助我们原生的头发长得更好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植物的这些毛呢 每一个都很珍贵 然后呢帮助他们能够完整的 好好的生长这样子 那除非药物的部分的一些治疗啊 就包括像是低能量的一些类色光 它就输在于生物动能的一些低能量的一些光线 它可以刺激那些生物的一些活性 所以呢可以让头发 就是说代谢活性增加可以生长得更好 那除了只有低能量的雷射之外呢 也有考虑像是 比如说像是自体的生长因子 或者是说 是用蓝头生态的风法液也是有帮忙的 如果说你的交通上面是可以很方便来到院所的话 你可以考虑低能量的雷射 还有自己生长因子的一个疗程的治疗 那如果你不方便到院所的话呢 可以呢就是在家里有自用的一些 类似生长因子效果的 像是蓝头生态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成分 就可以帮忙你的头发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长环境 帮忙帮助你的头皮 就是具有较多的营养 较多的养分 跟一些生长的动能 来支撑我们脊柱的头发 以及活力原生法的生长 我对以上的影片内容 有任何的疑问 或是想要更了解的地方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myhead医疗团队都会及时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